大家好,我是東橋的鮑勃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鮑勃好像最近一直開新的系列影片 那是因為偉恩超過半年沒有來東京拍片 所以我在想辦法看能不能製作不同型態的影片 那我們這個系列就住在日本快8年的鮑勃 來跟大家聊聊不同面向的日本旅遊 那第一集就先跟大家講講第一次來日本旅遊 或許對你有幫助的七個小提醒 首先是關於吃的方面 大家在早餐店的時候可以利用食べ樂具加上Google的評論 塔北樂具多為日本人使用 而Google Maps的評論會看到蠻多外國人的留言 那以我的經驗來說 在Google的評論高分蠻多時間都是對外國人友善的餐廳 比方說有英文菜單或是能夠體驗到日本文化的餐廳 而塔北樂具則是日本人喜歡的餐廳 有時候是隱藏在巷子裡面比較沒有外國人吃的餐廳 那有時候雙方的評比有落差 比方說在澀谷的魚米在Google Maps上面高達4.4的評分 而且有4700多的評論 但在塔北樂具上面只有3.18的評分 而且只有73個評分 那澀谷是國際知名的景點 外國人能夠在那一方面體驗到有趣的回傳壽司 應該會對整個日本的好感度提升 自然評論也會高 而魚米對日本來說是一家不罕見的回傳壽司 而我自己本身還蠻喜歡的啦 那我們現在在吃的話題上面 那我們再講一個蠍勃的貼心小提醒 很多對日本的印象就是日本沒什麼早餐店 但其實沒有早餐店並不代表日本吃不到早餐 蠻多餐廳都有提供早餐的服務 比方說連鎖咖啡店的早餐清點就有了 松屋也有提供還不賴的早餐定食 不想吃大型連鎖店的話 有時候在小小麵包店外帶坐在公園吃也不錯 有些麵包店也提供內用 文京咖啡店也會提供早餐 如果不想吃麵包的話 早餐的時候可以吃到拉麵、沾麵、烏龍麵、蕎麥麵 想吃飯的話也有茶泡飯或是類似溫泉旅館提供的定食 如果你很早起、4點就起來的話 也有咖啡是飲夜24小時的 那以後包裹再慢慢介紹這些有趣的店給大家 接下來是交通的部分 東京的交通非常的複雜 路線也很多 利用程化愛內的話 可以快速幫你找到車站到車站最便捷的方式 雖然Google Maps也有這個功能 但我個人覺得有時候會秀懂 而找不到最方便的搭車方式 如果你是一個來日本旅遊很有規劃的人 那我就會建議利用程化按內 加上Google Maps走路的方式 遊大城是真的蠻方便的 比方說遠的距離搭車 近的距離就是用Google Maps 都一兩站用走了就可以了 有時候站與站之間有很多好玩的景點 坐車秀一下就過了 很可能會錯失隱藏景點或餐廳 說真的大家可以好好研究我們之前拍的影片 用散步或坐車方式的行程都有 另外一個關於交通的提醒 就是平日8點到9點的時候 搭車要有行李準備 電車會超級 如果有老年人或小孩同行的話 或帶有易碎的物品可能會有危險 可以選擇避開交通繁忙時間 或是安排反方向的行程 比方說平日的早上往吉祥寺的方向走 另外除了周日以外 晚上接近末班車的時間人也很多 尤其是往住宅區的方向的車 照致上就是往多過去反方向的車的人都很多 接下來我們來講講購物 在日本的商店普遍比台灣還早關 但不同區的營業時間不太一樣 就以鮑勃住的東京來說的話 秋葉原多數的店大概晚上7點就關門了 銀座的百貨公司大概也是七、八點關 晚上真的要購物到新宿比較好 跟車站很近的Luminate、Flex等等 有時候9點甚至10點才會關 但要裝電的話就不用擔心 通常會開比較晚 所以可以當成一天行程的最後一站 但如果真的想要凌晨購物的話 那就到大家所熟知的唐吉柯德吧 然後便利商店跟某些超市也是一、二、四小時 我住日本太久所以有點無感 但超多朋友跟我說 日本的便利商店跟超市超好逛 那我相信也是可以買給不熟的朋友 或是沒什麼交接的同事 伴手禮好所在 講到凌晨購物的話 那就提醒一下雖然日本普遍安全 晚上出門是不用太擔心 但還是要小心 東京的話比方說池袋、澀谷、新宿 晚上遊遊夜晚的店比較多 所以治安不是很好 大阪的話比方說西城區 天王四周邊有一些深色場所 那裡的犯罪率比較高一點 甚至新一代橋一代 那裡跟東京的澀谷有點像 晚上住宅區有時候蠻昏暗的也要注意一下 大家可以上網查一下 日本治安哪裡比較不好的區域 然後晚上過去那裡的時候要稍微警惕一下 但真的不用顯幽天的擔心啦 就是有時候看起來鬼鬼祟祟祟 還會被警察關心一下 我們最後換個話題 關於天氣的問題 東京走橋還蠻常被問到的 但其實天氣真的很主觀 比方說Bobo不怕冷 所以穿一些寶外套 但我人超怕冷 可能要穿藍色的優衣褲羽絨外套 但大致上來講 日本最冷的季節應該是在1、2月 然後最熱的時候是在8月 現在有東京的冬天比較乾 所以體感溫度不至於到太低 有時候正中午的時候還都很暖和 但太乾燥的時候就用乳液 不然很容易會紅腫 你最好查天氣的伙伴 就是你手機裡面內建的天氣應用程式 基本上7天內都是準確啦 大家可以用溫度加濕度加風的大小 體感溫度去判斷怎麼穿搭 但6月雨季的時候 天氣應用程式可能會稍稍的不準確 所以最好一直在在折疊上 以上就是第一次來日本旅遊 或許對你有幫助的7個小提醒 我相信喬喬之中的日本旅遊達人 應該蠻多的 所以有一些溫馨小提醒或建議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可以讓沒來過日本的朋友 在出發前多做一點準備喔 我是鮑勃 掰掰 ubby人 提醒你 酷 油